这里的话我简单讲一下 这一题流程控制部分的话 我宣告了一个result的变数 变数值预设值就给它e 跑一个回圈 比如说跑回圈的话 这个条件的话 当它小于等于10的时候 就是1,2,3 这个地方预设值是1 当i等于1的话 1乘1等于1 然后再来的话 第二次i的话就变2 2乘2等于2 所以它等比奇数 1乘2乘3乘4乘5 一直乘到多少 乘到10 如果我这边执行的话 它会把1乘到10的结果 秀出来 那会有这个数字出现 如果说我今天的假如是这样 假如我今天要强制 因为我觉得跑到第10 太多了 我希望当它条件 如果我是怎么样 i如果大于6的话 就强制跳离的话 我想各位应该在Java的程式 课程里面应该有提过一个叫break 这个break的话 如果某个条件 那当我在回圈里面 我也可以加一个条件 就是说它在跑回圈的时候 同时也可以判断 如果i它是大于6的话 也就是大于6条件 应该是多少呢 应该是7嘛 当它等于7的时候 它就跳离 break的意思就是说 整个跳离 又不会执行任何的程式嘛 所以呢 到6的话呢 通常就怎么样呢 这个结果应该是多少 就是1乘上2乘上3乘上4 一直乘到6嘛 对不对 乘到6的话 答案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吗 这个数字应该是 我再重refresh一下 720 等于是 如果你今天呢 希望某个条件成立的话 你要强制跳离 这个回圈的话 你可以在 这个回圈里面呢 再加上一个条件判断 然后呢 再让它跳离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无论是在Java的程式里面 或者是在那个JavaScript里面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练习一下 我把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